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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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先感謝大家對我頭一邊的歡迎不錯 有人說我真可愛 其實我是真多寬 現在當然有些地方 還是什麼 那種是比較老成 當然我也老了 那是沒有錯 完全感謝大家對我的幸福 這幾天來 歡迎很多 給我很多意見 感謝大家 要回答 沒辦法一一回答 我當然想 一些可以利用 我本來是這麼說的 其實可以回答 是差不多你們想要聽的 我的一些 我 理念 我 後面的我的媽媽來講 就對了 因為我 現在 我講這幾天就是要講 我跟他靠近幾天的關係 所以呢 我還是要跟他講這件事 因為 有很多人跟我說 你要做這種 這種 鴨皮 不要讓我超級五分鐘 說超級五分鐘 年輕人沒看 我 我就是看年輕人看 因為台灣年輕人最重要 因為你們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對不對 好啊 其實我跟我說 我跟柯比基幹的關係 對不對 應該是說 我頭對他的印象 他是很 像他說我肚子 我也說他肚子 他就是一個 好像 動不動了 強Q 啊 所以想要選擇長 啊 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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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別的行 所以呢 啊 啊 其實我認為我們台灣 是需要一個 蕭雄 對不對 譬如說 你靠米也好 你韓國瑜也好 就對了 啊 因為台灣呢 其實 如果大家 慢慢沈下來 慢慢想 台灣呢 要求台灣 一定要蕭雄追求 就對了 我們現在 二十年來 輸人太多 太多 太多了 對不對 好 他當初 柯比呢 是給我 他跟我真正接觸 是因為他找我 他認為說 他現在有心 要來救台灣 他認同 要救台灣呢 一定要兩方的好 兩岸好 台灣才會好 就對了 這點是什麼 十堆林董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 他要積極 想要創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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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層論壇 我們兩個是 這樣 慢慢進行結論 對不對 我提供一些想法 我不是他跟台辦之間的橋樑 對不對 我不是替他溝通 事情 台辦 十堆他比我好 對不對 就對了 這個說這個 沒得到 你們聽到哪有可能 就對了 但是這不重要 就對了 但是呢 因為我在大陸那麼多年 我知道 他們的 官員的思想 思考 邏輯 就對了 所以我給他一些建議 當然 他的判斷 他要聽 這樣 就對了 我也不是要黑他什麼 就對了 別說我在黑鍋 我只叫黑人 就對了 但是呢 我也希望 柯匹 你不要讓我太多 太多的失望 其實你是讓我失望 就對了 不然 你以前一直在聽你 我的媒體 也是當初 不是說我當初 他就會怎麼做 就對了 我會說你的油店 大家聽 就對了 大家認同 才可以去做 媒體人 沒什麼好應付 對不對 當然要 對柯匹的失望 是 他講 兩岸一家親 講 這個拍攝就說不對了 其實這位 怎麼有什麼拍攝 對不對 你的情話說去 兩岸都要一家親 不然你要一家仇嗎 對不對 是不是 反正那就是 那天 第一次的失望 當然 三樓就好像 本來是 一代消雄 越說越回 越來越政客 政客 就像你現在 每天在做電視 說話 如果不是在跟人家開 對不對 在搭水果 是不是這樣 你是東東的台北市長 你也希望要做未來的共和民國的總統 是不是 還可以這樣 對不對 還可以趁在 騎朋友的頭上 來講你的大聲音 對不對 你要幫我打什麼 什麼是紅媒 當然我這個 我會貼其他的片子上去來解釋 什麼是紅媒 就對了 我想 跟台中好 不對 還是你要跟台中開箭 這你都 我們都跟台中說了 是不是 來 接著我來講 我跟柯P第一次見面的經過 那也很注意 因為我是媒體 那個人剛才是柯P想要選市長的時候 他經過我們媒體裡面的人 跟我們聯繫說要跟我們交流 我說好啊 其實我那時候想說是柯建民 因為柯建民 大家都知道這個柯老 他就是 說話就要打爬梁 爬梅 爬梅 糟糕 這個就跟我搭了 我也都這種 所以來要跟我像我開箭 我就很懷疑 結果 那天要來那天 我才發現 是柯P 柯文哲賢西 我的立場是支持 顏勝倫的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麼 跟他記名說話 因為我這個人不是兩人 我沒辦法這樣 像名說的人 就對了 所以那天我就叫 哇 看媒體有什麼人在 有一些主管 沒關係 拜託來做賠賓 就對了 本來我本來想說柯建民 我是可以自己 單獨跟他打 五四三一直說 我說這不是 這就要 叫大家到前來 這樣 所以那天呢 第一次跟他記名的時候 他來 他是帶那個檢獄 這樣來 剛才擠下去 我們裡面差不多七百萬 差不多三百萬 我記名第一次就說 柯比善心 我是一齊連勝雲 就對了 他這樣說 蛤 蛤 蛤 他不想我去說這話 就對了 他很驚奇 所以他就說 欸 欸 江府長 你如果百我三個以後 你就會愛到我 我就說 我還愛到你 我也支持連勝雲 因為這是理念的問題 對不對 你是這樣 沒力氣 對不對 我是希望兩位好的人 就對了 哇 這記名就稍微 就對了 對對了 就不知道要說什麼 所以 但是你總是不能說 在外面接的 就把你出去 就對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 也是說一些 三十五的事情 就對了 他在說他的葉克膜 葉克膜我也不知道什麼 就對了 要不然我知道 這就是求人的事情 這是合意 這很好 所以就說他的 他是 智商一五七的 我叫他 我頭一一零七的 對 對 但是呢 說到這個智商 我順便跟大家 各位朋友 大家 講一下 智商關係 只有智商不能切 我搞不清楚 但我也要切掉 我開始無關 但是我認為 這個世界上每一個人 都有他的特長 就對了 譬如說你親在一個樓兵 一個人 人家說三人行 必有我事 所以我們不能說 你智商館就這麼偉大 你智商家就看不下去 大家都有他的特長的所在 這是順帶提起的 這是我可以升官 所以 那時候就 第一次 他也說 我記得 那時候就說 我如果做 台北市長 絕對賠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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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看到 那 Anthony 其實 依賓 實際 需要 prehe冊 Memorial 總經理 beeping 或是桂塔的經理 他們還有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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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每次 當時 亂來 沒有進行 總經理 幾點都有感覺 應該是這樣解釋比較對 那是什麼人有說的,這是處理處理 OK,那這這這就介紹 一段時間跟我們分手 這是我前一次才會記名 那一次對美的印象就是 就像我剛才說的就是 我就是想刺激到了 玩弄到了,我就要刺拼、刺激了 這樣就對了,有這個幹勁就對了 這個感覺 順便再說一個 花絮就是 那天,該記名的那天會得到 就對了 我剛才要去那個 連戰連主席去他請安 就對了 因為 坦白說 連主席對我是很好 因為我2012年 反媒體壟斷的時候 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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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人要插我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腳上來給我鼓 就對了 他不知道那個時候 我多溫暖 就對了 所以我 說 柯斌 再去到我記名 這說什麼都聽不懂 說得嚕嚕嚕 就對了 這類的 如果選得到 沒有的 這不是的就對了 這簡單 就對了 但是 這是順帶一提的 我想這是我第一次 跟柯斌見面的這些歷程 跟經濟 至於說 三層論壇 這個事情 我想我下一集再來講 因為 這人說不可以說太久了 年輕人也沒看太久 所以我講一下 好 再來 再來一次 空白 空洪洪洪洪 不是空洪 大家 你們可以聽到 雖然我沒有跟你回答 但是我都會經理 我拜託 慢慢慢慢 有機會我會一直說出來 好 謝謝齁 再來 再見